去年8月高欣怡代表台湾到越南参加亚洲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因为是他首次参加国际赛 原本信心满满要夺冠 但因心态与身体状况调整不如预期 为了赢得胜利 当时未替中华代表队夺牌 与指导教练张梓杰累撒会场 两人誓言要再站上一次国际舞台 把失去的金牌拿回来 其实我们去年比完的时候 我以为我们他已经没有青少年国首 接下来都要选社会主 结果因为他去年有选上国首 所以我们今年的世界中选 就是有选拔的资格 因为他世界中选是有绑全国前三名 不然就是有选上亚世青国首的 所以结果欣怡这一次有把握机会 我们自己也是就努力想说 不要想想这么多平常心 然后殊不知他就发挥的更好 对啊 所以先顺利选上国首 然后代表国家去墨西哥参赛 这一次也有很好的结果 就是其实后面的比赛 全国赛我自己也没有把握好 就是身体状况也不如预期 然后我就有跟 发现自己是 发现自己是 给自己心里太多压力了 然后就觉得 就是其实平常心就可以了 我其实可以的这样 所以这一次用平常心面对 就发挥的很好 是 是吗 对 这一次呢 就是有出乎自己的预调这样 就是原本没有想过自己会拿金牌 高欣怡在世界中学生 我们拿到的是世界的银牌 那今年高欣怡 更创新高 我们得到了世界金牌 那归功于教练跟学生 跟选手的一切 好好认真的努力跟付出 男子高中表示 学校体育班 跆拳道品势项目颇复盛名 近年有张梓杰教练加入竞技对打项目 近两年成绩突飞猛进 肯定教练与选手们的表现 希望跆拳道教练 选手能再接再厉 为学校也为高雄市争光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